那是辦公室啊 我要在這裡人家 監督媒體大批公安立刻上前驅趕清場 不讓記者進入採訪 失蹤四年多的馬航MH370客機 最終調查報告出爐 馬航與調查組人員來到北京 與大陸罹難者家屬會面 給的報告只有英文版 不堅持人事務外收 堅持調查繼續收教 堅持調查繼續收教 長達一千五百億的報告 看不懂事事原因也不清不楚 唯一能證實的是這架波音777飛機 三片機翼殘骸 分別被衝到印度洋海岸 馬達加斯加 法蜀流泥旺島和坦上尼亞 讓家屬們無法接受 每年3月8號公布中期聲明 是為了讓家屬知道你這一年當中做了什麼 保障家屬的執行權 但是這三年只有目錄 什麼詳細內容都沒有 第一個是我剛才說的建立聯繫的渠道 第二個最重要的就是搜索調查不能停止 一聲晚安就此和大家告別 馬航MH370 2014年3月8號失事至今 兩百多人下落不明 有人家中長輩等不到答案已經離世 叫家屬情何以堪 馬航失事原因至今依舊是一個謎 相較於家屬無法接受 大陸官方冷處理 對外表示失望各方持續保持溝通 加強聯繫 以上是記者宇宙風涼七號 我們在北京的裁縫報導